蔡蔡做八年 蔡蔡就是讲的是蔡英文总统 弯弯的股市翻了一倍 并且在2020年连验时 创了1990年时创造的历史新高 这一点和小义子类似 小义子就是意思他们讲小日本 大家好 我是莫莎浅浅 我老公是最近这几年才开始买股票的 台湾的股票其实还蛮特别的 定期看到有账单会寄给我老公 然后还会看到有 会有分红股息那些 可以去领什么股东的那种什么赠品 就是看起来还蛮正式的 然后我老公也一直跟我抱怨说 如果他能早点进场的话 他现在肯定可以赚到买一套房子的钱了 然后说他以前的钱 不应该拿来买什么东西 就是把那些钱都砸在那些地方去了 他觉得应该拿来投资股票的 说他看中了股票啊 这几年都狂涨 然后一直跟我抱怨啊 我就说你要先买才是你的啊 并不是说你看到就是你的好吗 又说他小时候看到股票 现在如果小时候他买现在肯定 不要赚多少都不用上班了 然后又说他前几年看到的股票 如果买了现在又赚多少 就是一直在抱怨自己没有进场 哎呀我听到我耳朵都起茧了 但是我也没有在研究台湾的股票 因为我不能买 因为我没有台湾身份上 我是不能买台湾的股票的 其实我看了一下 我老公他买的股票是算蛮高的 比我存在银行啊 拿那个固定律师真的 我那个真的是太深了 但相比我在中国大陆的股票啊 基金啊 哎我的妈几乎跌到几剩底库了 因为像我去年的时候 不是说有想要拿一点钱 过来台湾这边吗 以免他跌得更惨吗 我拿了一部分的钱之后 我就发现他的 我就发现人民币在扁几扁的 变很多 所以我又不想拿了 后来呢我的一些股票啊 基金啊 也就是还没有赎回嘛 其实那时候有赚钱 然后来最近就是 真的就跌到 褲子都掉了 其实说实话 你一般人在中国大陆买股票 真的是很难赚到钱 除非你横下心来 你把你的所有的钱都砸 又砸进去去买 去投资 因为你看中的股票啊 你会觉得涨的股票 你要有一定的 不是说你想买就买就能买的 他会要求你的交易额要达到几十万啊 才会给你买入 比如说最低是五十万啊 你现在买入某某某股票 你能买的都是一些真的就是烂股 没有买的股票 不像台湾的股票啊 你可以买零股是不是 是吧 你买不起一张股票 比如台积电的股票 你买不起一张 你就可以买零股 那没有很多钱的人就可以一点一点去存股啊 就是比如一个月买一点 一个月买一点 你就可以存股 可能存到一张两张 存起来嘛 我老公都是先从零股买起 再慢慢的买 一来一多这样子 但是这几年我在大陆买的股票 就是完全就亏光了 我已经不打算要那个钱能拿回来了 甚至买一些什么基金啊 理财啊都是亏 以前我在中国大陆买一些 比如大概是七八年前吧 我在中国大陆买一些定期的理财产品 它可以赚到四到五% 比如一年它就可以有个几百块钱这样嘛 就是可以抵抗一点点通膨吧 现在 现在竟然能亏 我真是要笑死 韭菜真的是太好割了 看到那半死不活的股票 真的是太恐怖了 然后我只有理财产品 我也不想投资了 我宁愿那个钱就这么放着 偶尔给一点给我爸妈是吧 我原本想换成台币 但是我又发现人民币扁得越来越松 然后我就后来我就停止换台币了 我就想说那点钱就留给我爸妈养老用吧 就是毕竟我爸妈养老金 根本不可能养活自己 还得是要靠自己 给你帮忙 真的 还好我爸妈那个年代 他生得多 然后 我爸妈也不会光靠我一个人给他养老 所以我的负担也没有到很大 这真的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因为毕竟父母老了 你还是要给他养老啊 然后中国的医疗啊 又是报销的又不多嘛 那如果生病的话 还是要我们这些吉女去出钱出力 给他们去照顾他们 然后还有一些生活 还有生活费啊 如果我父母 如果他真的赚不了钱了 那肯定是要靠我们这些吉女 要给他负担的 所以 所以说实话 中国人的养老压力也是蛮大的 你不光要给他养老 要给父母存医疗费 然后还要生活费啊 还有可能老了还要照顾啊 那些东西 因为说实话 中国大陆的养老医疗不像台湾 都已经把它摆在柜面上 就是看你的看哪一个政治人物 愿意把这一块做好 当然啦 台湾的医疗是很好了 在台湾你不会说 因为你生一场大病 你就会一夜返平的那种 那在台湾不太可能 除非你要用到 要用到一些自费的材料啊 或者说比较好的材料啊 那肯定是要自己给钱嘛 这部分就肯定是要更多的钱去支撑 但是台湾的政府 已经给你保证了基本的医疗的那种保障了 那再来就是台湾会有推出一些什么长照啊 还有长照险啊这些 然后还有什么 呃养了就是 呃养福 就反正我也没有很了 我也没有很眼睛真心了解 但是台湾有在做养老这一部分 就是我觉得相对于我在中国大陆来说 在台湾呃台湾算是比较轻松的 那所以呢那部分的钱我也不敢动了 我就赶紧把它收回来亏就亏了 其实我在大陆有一些比较 比较有钱的人就比较会懂的人 他就是他们很早就是在玩股票啊 玩基金了 他们就很懂 但是他们在钱就是大概十年前吧 他们在十年前的时候 他们的买的股票都是赚的哦 他们赚还蛮多的哦 就是你懂的话你就会赚 然后买基金呢买股票都在赚 然后一直到后面 呃大概是呃19年左右 18年19年的时候 我就听到有陆陆数据有朋友说 他买股票一下就亏了二十几万人民币 呃那算少的了 然后就亏到想要去跳楼什么的 心情很不好什么的 然后亏了钱又不敢跟父母讲 就要听到很多这种事 然后最近这两年更可怕 特别是今年 有些朋友说他股票都亏了几十万 他赚的就他是做生意的嘛 他赚的钱都不够那个亏股票在亏 以前呢买股票啊 都从股票里面拿钱出来 去旅游去买东西什么的都赚很多 然后今年 然后今年特别是最近 跌到底库都没有 以前赚的 现在全部跌回去了 一年就跌了几十万三百万都有 那我觉得几十万三百万那算少的了 更多的还有 所以他们在哀嚎啊说跌到两千八百点了 还要更低两千七百点 像台股美股玉股好像都是一万多点嘛 然后像中国的A股啊 跌到两千多点我觉得真的是太夸张了 太惨了 然后前段时间有一个 像前两天我朋友给我发了一个 发一张图片 他说如果台湾立党这是赢了 那么将是他们有史以来第一次连任三界 宣布谈其他的 蔡蔡这八年 蔡蔡就是讲的是蔡英文总统 弯弯的股市翻了一倍 并且在2020年连验时 创了1990年时创造的历史新高 这一点和小义子类似 小义子就是他们讲小义本 因为地板小 所以他们很喜欢 就是不管怎么样的要扁 都要扁数一下人家就对了 昨晚当人家提起股市的时候 昨晚当人家提起股市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说啥 其实他就在讲说 台湾为什么会 台湾的民进党为什么会赢得这去的选举 他认为是股票涨了很多 所以民进党才赢了这去选举 不太因为光是因为这一点吧 其实我也不是很懂 如果你们知道的话可以跟我分享哟 好啦今天是要分享到这里啦 多谢 Bye Bye